影片开始前 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欢迎回到德克旅游区 我是德克 在带领大家前往乌鲁瓦图 观看一票难求的卡恰活物 并开箱本集重点 众多迷人的婚宴场所 阿里拉乌鲁瓦图之前 我们先从上一集的森林系屋部 转移到巴厘岛东部的 海滨小镇Mengis 炎热的好天气 仅有一条小街的 市中心 旁边的荷花池比游客还多人 镜头拉回阿里拉Mengis 拥有海岛度假风格的套房 户外有一个超级大的泳池 阳台外美丽的椰子树花园 草坪上有放养的鸡汁在嬉戏 这座海滨度假村 一样充斥着巴厘岛的野性魔力 画面中最远处的小草屋 是饭店的吧台 选张喜欢的座位 面向巴厘海平常下午的时刻 而享用早午餐的餐厅 小水鸟在河塘里嬉戏 吹着海风配着海景 等着吃早餐 不管是西式还是印尼料理 都更加好吃 如果你来这住 吃饱饭后 一定要来这间瑜伽屋 打开瑜伽店躺在这里 看大海 听听浪涛的声音 一觉好眠 明天跟着我们出发乌鲁瓦图 那你觉得今天看得到夕阳吗 都灰灰的 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 为什么要问夕阳呢 前方汹涌的人潮全在排队抢购乌鲁瓦图神庙 卡恰活物的门票 尤其是下午5点多的西洋场最畅销 吐鲁瓦图神庙是巴厘岛最具代表性的海滨庙宇之一 建于南部壮观的悬崖之上 海拔约70公尺 你可能会好奇 为什么有些人穿着紫色长袍呢 这是因为印度教庙宇也有穿着长裤的习惯 这里严格实施 倘若穿短裤 庙方则会要求额外披上提供的紫巾 你有注意到左前方悬崖上的看台吗 那些是幸运购买到卡恰活物17点场次的观众 不过今天的夕阳有点不给面子 我们先往上爬探索神庙 等待晚上7点的活物开演 顺便带大家参观这间寺庙 另一个有名的原因 野生猴子 这里的猴子有比较特别吗 等等和大家说原因 位在悬崖最顶部的乌鲁瓦图神庙 是巴厘岛 六岛 大海神庙之一 面对印度洋 有震撼景观和重要的宗教意义 可是这里除了神灵和游客 还栖息着恶名昭彰的常卫猕猴 这种猴子在东南亚地区非常常见 身体呈现灰褐色或深棕色 它看起来很惬意对吧 既然很常见 为什么乌鲁瓦图神庙的会比较特别呢 因为它们适应力很强 猴子当大王 乌鲁瓦图神庙的猴子是出了名的抢劫高手 游客遇到它们时通常都不敢靠得太近 远远看着真的非常可爱 可是猴群抢东西不是单纯调皮 而是为了跟你一物一物换吃的 画面的这位女性是景区内非常有名的工作人员 专门帮游客食物招领 乌鲁瓦图神庙这条全长几百公尺的步道 紧临悬崖边面向辽阔的印度洋 到处都能遇到猴子 坐在离地七十公尺的悬崖边 你会经常看到它们手上 捧着各式各样的物品 全都吃得津津有味 而且就算有游客靠近 它们也不害怕 不过除了猴群以外 当然还有壮丽的美景 大部分的游客都会选择在日落时分 造访乌鲁瓦图神庙 而好吧 虽然景色很美 但是猴群真的很容易让人分身 不管走到哪里 到处都是猴子 那么走这条步道 怎么样最安全呢 我们清测有效 只要捡起路旁的一根树枝 跟着人群走 猴群看到自动远离你 接着就能专心享受美景 若隐若现的晚霞也很美 像脸蛋害羞的红晕 颜色越来越浓 都说猴子大道爱抢劫 我们当天看到最离谱的就是手机 工作人员没有食物 最后丢石头吓跑猴子 成功把手机抢回来了 我们还有看到一个法国人眼睛被抢 比较伤心的是眼睛被咬烂了 这里几百只肠尾弥猴 哪只是大王呢 那就跟着我们一起寻找猴王的踪击吧 五点场的卡恰火舞结束后 就换我们七点场的观众进场了 没有对号入座 越早进场位置越好 卡恰火舞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依赖音乐伴奏 而是由大量男性表演者以恰恰恰的节奏合唱驱动整个故事 故事讲述罗魔王子和妻子西多 金翅鸟茄罗罗则是王子的帮手 某日红衣的石头恶魔罗波娜和盟友绿衣描面的 吉克基绑架了西多 罗魔王子请求猴王哈鲁曼搭救 后方黑面的狼卡则代表邪恶女巫 增强了善恶对立的概念 猴王答应后便动身前往敌营 猴王和观众的互动环节是整场演出最有趣的部分 猴王 别说了 猴王 你受限制了 猴王 什么 猴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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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名字是DelimD-I-L-I-M D-E-L-I-M D-E-L-I-M 我向現在香燥 我向控ilar你 妳答案 為什麼我的名字 Oj 這不重要 吃不到 好漂亮 美丽的女孩 谢谢 Dalam和女巫朗卡 都是故事中的黑暗力量 接下来的互动环节 将引爆节目的高潮 红王不幸招补 准备被烈火焚烧 最终幸运逃脱 踢火球的环节真的相当刺激 幸好没往我们这里踢过来 我们这里踢过来 死裡逃生的猴王 開始反擊敵人 故事的最後邪惡勢力潰敗 希多被成功救出 是不是很精彩呢 旅遊烏魯瓦圖神廟時 你千萬別錯過了 本影片的重點和我們一起開箱 解鎖眾多名人的婚宴場所 阿力拉烏魯瓦圖 极簡主義的現代化大廳 開放式設計讓光線和海風自由穿透 check-in時提供飲料良精和清涼噴霧 所有房型都是私人別墅 接著一起來探索單卧別墅吧 左側影片是寬敞的客廳和卧室 而房間各有一個露天和室內領域 戶外則配有獨立泳池 適合情侶或單人旅行 阿力拉烏魯瓦圖是由新加坡知名建築事務所 WOHA打造強調環保理念 使用了大量竹子食材和火山岩等天然材料 泳池旁邊的餐廳提供各種佳肴 尤其是特別精緻的西食料理 而說到泳池呢 戶外的無邊際大泳池 絕對是阿力拉烏魯瓦圖的金子招牌 設置在懸崖邊的泳池 正對著一望無際的印度洋 想要看清底部可是很碰運氣的 午後時分海霧緩緩朝泳池蔓延 陽光灑落在水面上隨著涟漪微微蕩漾 遠方雲海與Cliff AG Cabana 相應程序 你大概能知道這裡為什麼被譽為 巴厘島最頂級的度假別墅了 哦對了 在這裡你還可以免費領取飯店專屬的 保濕噴霧、防曬乳和防溫霜哦 懸崖邊的小亭子 點一杯特色飲品 這裡是觀賞夕陽的絕佳位置 日暮時分阿力拉烏魯瓦圖亮起了燈光 隨著時間流逝 天空的色彩不但變幻 伴隨著微風籠罩在一種靜密 卻又充滿生命力的氛圍中 這裡的建築設計裡面真的很特別 開放式的空間設計 洗手間、水池裡頭的小人是不是特別酷呢? 好吧 雖然接在這裡有點奇怪 但跟著我們一起用餐吧 懸崖邊的餐廳 主打巴厘島和印尼的傳統美食 望著遠處的點點星光 是夜晚海上的萬家漁火 氣氛正好 彼端有人放起煙火 再次點亮了夜空 離開的當天 雲霧散去 我們一大早又泡在水裡 懸崖下方是清晰可見的印度洋 能見度好到可以看見有人在衝浪 替我們的行程畫下完美句點 但是還有範外篇哦 你是否好奇要去哪呢? 我是德克 我們下次見